歡迎回來《藥材經台價值播時駕》 來到快達廣場的環節 先介紹我身邊的嘉賓 來自我們研究部的分析員譚志樂Ana Ana,你好 Ana,不如跟你跟進一下 新古晴天軟件的編號是1297 今天走勢非常亮麗 這刻都升至近兩成 現在是1.39元 今天已經升了2.3元 詩文芳,你怎樣看這隻新股? 看見越走越高 我看見這隻新股 雖然沒錯,今天升了兩成 但現時在做1.39元 跟它招股價是1.45元 仍然是潛水 反映沒有市場 基本因素上也不能抱太大衝勁 這隻相關的軟件股 其實在做的業務 主要都是跟一些商業用的 相關軟件有關 包括有些軟件 就是可能一些碳管理 即是說公司控制一些工業等等的公司 控制公司的碳排放等等 甚至是說一些軟件 甚至是處理公司的數據 去做一些出口退稅等等的軟件有關 見到為何這個股份 有這麼大的潛水幅度 之前那段時間 主要原因我相信就見到 公司上市的第一天 即是在9日那段時間 表現只是跟隨大事偏遠 但見到在10日那段時間 公司估計有個急跌下來的跡象 我相信主要原因就是 公司業務上做的軟件 有三成的營業額 都是跟一些出口退稅相關的軟件有關 再看10日那段時間 最主要就是在經濟數據上 見到內地公佈的出入口數據等等 兩個都是表現得非常疲弱 甚至見到一個負心長 都在反映內地 目前來說出口業 面對著環境非常之困難 都帶動股價有個急跌的跡象 但是見到今天為何有個大幅反彈 第一其實整體仍然 內地的一些軟件公司 其實前景仍然相對比較樂觀 因為中央都積極地鼓勵這些企業的發展 因為看相關軟件的行業裡面 其實公司在業務範圍內 在江蘇省的競爭對手 其實整體仍然 他們有的競爭對手就是一些外資企業 就像甲骨文公司 或者微軟等等這些公司 所以中央如果希望 內地在這個行業上可以助大 這些公司我相信未來來說 仍然會受政策扶持 所以都帶動了 整體言論 近期來說市況轉好的情況下 這股份亦都有回升下來的跡象 但是面對著出口的情況疲弱 我相信今年來說 這間公司的基本因素 可能有機會真的轉弱 因為看看部分好像科網、軟件股等等 其實相關做軟件的公司 如果牽涉著和商業的成分比較多 好像金碟等等這些公司 其實股價走勢一直都仍然偏遠 所以我相信如果看到 內地的經濟情況仍然沒有大幅改善的情況 這個板塊我覺得 後製港仍然存在不少風險 是呀 近期來說 自從創新高之後 有回吐的網農方面 總身來說 今天來說也有一個升勢 其實見到今天來說 所有的一些 可以說的方旺股來說 今天都有一個炒作 我們看到網農現在做22.9 都升超過7% 也說了52周的高位 高見是23.1 先問你 看見今天來說的走勢好像挺漂亮 怎麼看這一隻網農 我想你再看 整體而言 看到整個科技股板法 也有一個不錯的炒作 其實看沒錯 科技股 我相信 今年來講 都陸續聽到中央 有些包括支持電子訊息等等 這些方面的行業 支持的一些政策出台 其實整個行業裡面 的確我相信未來會繼續受惠 中央的政策支持 但是留意 當中好像網農 金山軟件 今年為何有這麼強勁的息復 提過很多次最主要就是他們的業務 特別是一些新發展的業務 跟手機相關的程式 手機程式相關是比較大的關聯性 好像網農維 他們在iOS 即是蘋果用戶平台上 推出了一個叫做91平台的程式 當相當 其實所謂的91平台 也是等同於蘋果的App Store 只是令到內地的一些Apps的開發商 將它們發展完的程式 放在91平台上 然後再從91平台 向一些中端的客戶去銷售 在多過程當中 91平台吃的佣金相對地比較低 都在內地 看到是飽受歡迎的 傳聞有些消息說到內地 說到91平台的客戶的容量 都差不多接近1億人 雖然整體而言 看到有個殼 看到整體而言 客戶人數有這麼強勁的上升 細多 相信今年來講 隨著只能手機慢慢普及化 網農在手機業務上的增長 應該有個不錯的表現 因為你看回 從年初特別說到今年的手櫃來講 看到網農在手機業務上 仍然是有倍多的升幅在 所以我相信今年來講 他們仍然會繼續受惠 這個智能手機的潮流在 所以我相信你說 跟手機業務相關的科網股 後續來說 的確是可以看高分日先的 好 跟進一下相關股份的現價 見到就是今生軟件 300-800 現在來講做12.8毫升幅都接近300% 不過反而和你想講一下 就是777005恆順控股 都是和網絡有關的股份 但今天來講是要跌 現在這一刻是跌6毫 做310元02毫 先問你其實見到 之前來說的走勢都挺漂亮的 創了高位315元之後 好像沒有什麼突破的 其實會不會繼續再向上網 會不會真的再播這個高位 都有提及到的 其實的確跟手機相關程式的 科網公司或是科技股公司 的確是有個不錯的前景在 特別是騰訊 為何近期我估計有反復 向上升的動力 最主要市場都傳到 未來微信會推出一些新的付費功能 未來可以有機會 真的透過微信這個平台去吸錢 做出賺取一些新的業務 但是就留意在微信上面的付費平台 其實未來來講 就是一些微信的用家 可以透過用微信 在網絡上做一個平台交易 其實整體而言 有一個幫助 對於他們的電子商務業務 上面有一個正面的幫助 實際上他們仍然是未能夠 透過一個社交網絡等等的 娛樂的平台上面 去做一個消費 去做一個消費 或者是有一個盈利貢獻在 始終不同了 無論是金山軟件 或者是網絡公司 這間公司 都透過遊戲手機的平台上面 有一個不錯的盈利增長 或者不錯的業務發展 但是你說騰訊 沒錯 你說基本因素是有轉強的跡象 第一 電子商務業務上面 有一個不錯的增長 第二 網上一些平台廣告等等的開支 網絡廣告的收入等等 都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但是你說現階段升了這麼多 估值都差不多接近35倍PE 而且見到手機業務上面 現階段仍然是未見到一個 很強勁的勢頭在 所以我覺得這個股份 可以看過一線 但是後事來說 都要審慎一點點 你看回騰訊的股價技術走勢 都見到 整體現階段仍然在10天線 真的在305元之上 反覆尋頂 我覺得你說現階段有貨的投資者 繼續拿著向上望 看回330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你說未買的投資者 現階段我就覺得可以引一引手 看回10天線這些位置 先忍不守得住 如果跌穿10天線 可以考慮調整到達300元這些位置 才再去買入 只要將指洩價 設回290元 我覺得這隻股票也值得中場線持有 剛才你說到微信方面 看好 對於騰訊方面 可能營利方面 未來也可能有些大動 但是見到 最近也有些消息 去到說到 就是中電信方面 有可能將騰訊旗下微信軟件 預先放在低階人手機裡去買 一買回來就經意有這個app使用 但也有些消息提到 內地的電信業都在斥責 微信大量佔用了網絡的資源 反而要對一些用戶 使用微信的話壓外收費 其實這個新聞裡面 又好利好又有利膽 應該怎樣看這些新聞 我想相關的消息 內地方面市場傳了很多次 就是大部份的手機用戶 現在開始轉用微信 的確令到他們正確認 一些電信商的短訊收入 有個明顯轉弱的跡象 的確沒錯 我相信這個勢頭 其實無論內地也好 或者全球各地也好 都會有這個趨勢 但是 其實對於電信商來說 未必是一件話事 因為越來越多人用微信 等等 這個平台 未來來說 他們的數據用量 的確會用得越來越多 在這方面 看好像中移動為例 都看到他們的數據用量 都其實看到 特別說這幾年來講 有個明顯回升的跡象 都所以 我相信未來來來講 未必說他們真的會有一個明顯的動作 去威脅到微信 反而見到微信 普及量 普及化 真的越來越多人用 所以我相信未來來講 的確 客戶人數會越來越多 但是重點就是 究竟微信怎樣可以令到 這些客戶人數 去賺錢 或者是怎樣去產生一個盈利貢獻 這方面是會仍然有所挑戰的 但是 現階段來說 暫時未見到一個盈利貢獻 所以我相信暫時短期來說 股價仍然是欠一個上升動力 好,謝謝Anon 你跟我們分析了 幾隻是科網、科技股份 我們先休息一會 最後和你先做一個申報 剛剛提及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謝謝Anon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換來是我們事務從監角獅子 和大家跟進一下市況的走勢 我們先休息一會